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Join PDF有沒有一些例子呢?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們來看這個等公車的這個例子 假設小美等公車的時間這個X 我用X表示小美等公車的時間 小元呢,他等公車,他去到站 去光車站本來等公車,這時間是Y 這個X跟Y,小元跟小美這兩個 因為小元才真的是好兄弟啊 你看前面這個兩個 他跟小美這個下線的時間完全都是沒有關係的 這independent,他非常不屑的小美 所以他完全不想跟他這個生活有任何搭嘎 所以這個生活是完全independent 好,所以呢,包括這個等公車時間 他們兩個也不會說一起去等公車什麼 他們等公車各自生活是獨立的 所以等公車時間是完全是獨立的 然後呢,他們這等公車都是 他們的公車都是0到10分鐘 平均等車子的時間都是0到10分鐘都有可能 這機會均等,而且是個連續的機率分佈 所以呢,他們不管是誰去等公車 都是0到10分鐘的任何一個長度 等的長度都是,機會都是均等的 那這種情況之下,你看看 那X跟Y,是不是他們的機率密度 有沒有哪一個點 你在想想看哦,他有沒有可能 如果今天有一個點在這邊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X,就是小美等車超過10分鐘 比如說這個點是12好,128好 我問你,這點有沒有可能發生 就是小美等車等了12分鐘 小美等車等了8分鐘 這不可能嘛 因為剛才已經講過 X跟Y他們兩個的這個機率分佈 都是0到10分鐘之間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一點呢 是不是就很清楚 他的這個128這一點呢 你看他的機率密度 上面就是空的,就是0 就趴在地上,對不對 但是你看看,這一點 如果是這一點的話 比如說這是55這一點 好,小美等車等了5分鐘 小美等車等了5分鐘 這一點,他的發生有沒有機會會發生呢 是有機會會發生的啊 因為你看,這個兩個都落在0跟10之間 對不對 好,但是老師問你 在55這一點發生的機會 跟這一點,比如說這一點是 這個23好了 在55這一點跟23這一點 這兩點發生的機會 有沒有什麼道理說 哪一點比較可能發生 哪一點比較不可能發生 其實沒有啊 因為x跟y他們在0到10之間 都是機會都均等 沒有什麼道理說 55這一點比較容易發生 或是23這一點比較容易發生嘛 對不對 所以呢,在這兩點的機率密度 應該怎麼樣 都是平的 都是一樣的 事實上,我們可以 從這樣推讀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說 在這一個 10 這個方形裡面 沒有一個點 沒有說哪一個點 它機會發生一定比人家大 應該要比人家大 事實上 應該每一點發生機會都均等 所以 這也就是為什麼你看到 在這個例子裡面 它的機率密度 還是說 那個曲面 是個平的 因為不管任何一個點 你的fxy 不管任何一點xy 只要你落在這個10 這個方塊裡面的話 你的機率密度呢 都是1% 都是1% 所以呢 就是為什麼它都是平的 但是老師要跟你講一下 要注意喔 不是說PDF 這個一定都是 這個都是平的 不一定 只要給你看一個例子 比如說 這是另外一個 這個 Bivaria Gaussian 是另外一種2D的 PDF 一種常見的例子 你看它就像一個 像什麼 像一個青春豆一樣 有沒有 像一個種個豆子種起來 像老師 最近錄這個課 常常熬夜 臉上常常看長豆子 因為這是豆子 有沒有 這個豆子 你看它有沒有平的 就沒有平的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呢 要記住 不是說PDF 這個都是平的 很多時候它可能是不是平的 好 好 那我們剛才呢 在講這個Discrete 這個xy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說 如果你有這個Discrete 這個xy 這兩個randomverb的 joined 那他們兩個的聯合機率分母 就被決定了 那同樣的 如果你的xy是連續的 那也是一樣 連續的話 只要人家給你什麼 你的這個聯合機率分母 就決定了 沒錯 就是人家只要給你這個聯合的 這個joined PDF的話 你有它的聯合PDF joined PDF的話 XY的聯合機率分母也就被決定了 OK 那剛才前面有提到 就是說聯合的joined PDF 聯合的PDF 跟聯合的CDF 這兩個其實是有關係的 這個大fxy 如果人家給你這個小fxy的話 你只要把它積分 把它積分積起來 你就可以得到 對X跟對Y積分 你就可以得到大fxy 相反的 人家如果給你大fxy 你只要把它對X跟Y分別 做一次偏微分 你就可以得到什麼 你就可以得到小fxy 所以這兩個是互通的 給你哪一個 都可以得到另外一個 所以不管給你哪一個 這個joined的機率分母 就完全就決定了 OK 好 那這個joined PDF 它有一些性質 什麼性質呢 比如說 我們以剛才前面那個例子 有沒有 這個等公車的PDF 例子來看 第一個 PDF值一定都大於等於0 你看看這個圖 這圖上面的這個PDF值 不是 它在平面上就是PDF值等於0 不然就是 就高起來的 都是大於等於0 好 所以這是PDF joined PDF的一個重要性質 就跟我們一文PDF一樣 一文PDF是也是 一定要大於等於0 也是嘛 對不對 第二個是什麼 好 整個這個joinedPDF呢 你把它從負雄大接五雄大 負雄大接五雄大 對X對Y 分別從負雄大接五雄大 然後 積起來這個值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1 會等於1 那這個呢 跟我們一文的PDF也是很像 一文的PDF 你如果把它從X 負雄大接五雄大 是積起來是等於1 是的 所以你看看 以這個例子來看 這個圖這個例子 它的這個平面高度是多少 是1% 你如果把它整個 這個PDF值 不等於0的這個區域 就是這個 這個 十乘十的這個長方形 你在那個地方 把它整個基起來的話 這整個基起來 值得 就100 乘上1% 剛好也是1 所以呢 這個基 這個基就是這個體積 這個體積 代表就是這個機率 你記得 以前一維的PDF 積分出來變面積 是面積代表機率 現在是二維的PDF 積分出來代表是體積 那個體積代表就是機率 好 然後整個 從負雄大接五雄大 負雄大接五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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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起來會等於1 這是很重要的性質 另外呢 剛才不是有嗎 就是兩個x跟y 如果兩個是獨立的話 他們的join pnf 會等於各自的pnf相乘 對不對 但這邊呢 join pnf也是一樣 如果兩個xy 是independent的話 他們的這個join pnf 會等於各自的pnf相乘 那這個呢 你如果要正的話 也是用那個 那個機率的這個 這個近似式 有沒有 就用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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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 pdf是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這個 弱然那個小區間的 小方塊的機率去處理 dataxdatay嘛 你可以把它拆成 如果是它 是independent的話 落在那個小區間的機率 就等於是x落在那個 x跟x加datax之間的機率 乘上y落在 y跟y加datay之間的機率 然後再處理 所以這個東西 利用剛才那樣子的這種 這種方式 利用機率的獨立性 你也可以 可以 可以 推導出機率密度 會等於他們各自的相乘 好 另外呢 對於任何事件b 我們剛才講 像前面的pdf 事件b就是平面上的某個區域 對不對 那對於任何事件b 你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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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b發生的機率 之前是summation 把那個x在b那區域 discrete case 是把在b那區域裡面的點的機率值 把summation起來 對不對 現在呢 如果是連續的話 上個禮拜老師有講過 很多在discrete是summation的東西 在連續的case的話 就把它變成是積分 所以呢 這是把落在b那個區域裡面的那些點的 他的pdf把它積起來 什麼意思呢 就以這個圖為例子 比如說我的b是這個區域 我想要算這個區域發生的機率 這個事件發生的機率 那事件發生的機率是什麼 就是把落在b這裡面的點的這個xy 就積分 就把fxy就是 在那b的範圍去做積分 也就是做這個區域的這個積分 所以你積分積出來的結果 會是應該是 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圓錐體 有沒有 這圓錐體的這個體積 這圓錐體的體積 代表的就是這個事件的機率 因為你就是在那個b上面 去對那fxy那個曲面去做積分 好 所以呢 這個式子 你如果微積分 不是很了解 沒關係 反正這個如果是文科的同學 或是高中生 你如果基本上沒學 沒關係 你就先記住這個式子就好 以後你就會用 那這是理科的同學 你可能就要了解這個事情了 好最後我們來回顧一下這一節 這一節一開始我們來介紹的是什麼 我們介紹什麼叫做 Join的機率分佈 為什麼我們要考慮Join的機率分佈 為什麼要考慮聯合機率分佈 就是因為你只看一個random variable的pdf的時候 你其實有很多資訊是看不到的 比如說 像小黃跟小美的這些關係 這個下線的聯動的關係 這個是你看不到的 這一定要兩個隨機變數一起看 他們聯合機率分佈 你才看得出這些 一些這些裡面的微妙之處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 要考慮聯合機率分佈 這個是為什麼 另外呢 聯合pnf是什麼 如果你的x跟y 如果是discrete的話 我們就要看 是要看它joinpdf 就是大S等於小X 且大Y等於小Y的機率 是joinpnf 那有了joinpdf的話 我們就引申了帶進來 那joincdf是什麼 joincdf就是大S等於小X 且大Y等於小Y的這個機率 這個東西joincdf 要記住 它不是只有discrete的XY可以用 同樣的這個定義 可以套用在連續的 XY的這種隨機變數上面 對不對 最後呢我們探討說 那如果你XY是連續的話 你想要分析它 在某一點發生的這個機會 大或小的話 你就要用這個joinpdf 機率密度 那這個很多的概念 是跟我們一維的 一維的pdf很像 只是把它延伸過來 到二維的case OK 好這就是我們的這個 第一個部分 在講這個 聯合機率分佈